狂言狂語的川普成為2024美國總統後選人後 一言一行都引發各國緊張 最新這番呼籲所有被約國家要交更多保護費的發言 更讓南韓禁令大作 早在五年前川普就對駐韓美軍費用普有維持 近期川普時期的前國安顧問麥馬斯特也出書大爆料 川普非常不滿得支出金錢和軍隊協助維護南韓安全 一波波跡象顯示川普一旦回國白宮恐怕直接導致南韓國防支援 被嚇壞的南韓也火速在本月27至29日和美國舉行第12份防衛費用協定談判 並同時進行軍事演習 南韓與美國海軍及海軍陸戰隊8月26日至9月7日進行雙龍演習 加強美韓聯盟戰鬥力同時也無疑在向美國證明自己的軍事實力和合作誠意 就怕熟悉的川普回到白宮寶座 首先拿自己開刀 閒新聞有何專報道